923的共同信息最后一篇 由王牧师分享了一个重要的总结 923不仅仅是应验了2015年9月的住棚节 就是旧约志祺所谣指的住棚节 当中更是神医Alif Taft级数以超越时空方式 透过辛苦和失望于历史上写下他的签名 923的共同信息数量固然繁多 并且涉及黑门身、街名、门牌、 发力的通过、甚至教宗的日程、众多荷里活的电影 这种表达方法就是这群于历史上隐形的王者 告诉所有认识923共同信息的人 虽然这一日于全世界所有人眼中只是平凡不过的一日 甚至没有应验任何事情 但是背后却证明历史原来被掌控至如此细致的阶段 连政府、总统和教宗都要听令 甚至不是单单由一个人建造 而是一大群人与历史不同时段建造 事实上 于历史上控制所有事情的幕后推手 并非与我们相隔十万八千里 无份无关 相反 他们兴建的一草一木 一柱一石 香港过百年的建筑 天水围的牛腿 梳士巴厘道 黄金海岸等等 都是为了认证我们的存在 更重要的就是为了预备我们的舞台 就如一出舞台剧的演出 演出时间可能是三小时 但是整个剧本的写成 这些共同讯息就为我们提供了2012讯息的内容 当加上这些内容的时候 更可见神是用上阿里夫塔级数的方式 印证我们每星期的讯息都不偏差 证明每一篇讯息的内容也都非常重要 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有这个资格 可以投放信心 每星期继续传心奔跑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理解到时空穿梭的秘密 就是我们会成为辛苦 回到过去兴建这些建筑物 尤华牧师曾于过去的主日作出分析 以往主日所提及和发现的共同讯息 当中不仅是环绕着尤华牧师的一生 并且 这些共同讯息的放置和发现 就像一群非常了解尤华牧师思考方式 生活模式的人 就原会贵源计划的发现 因此 回到过去建造的这群人 应该是我们当中部分人成为了启示六十二章所提及 辛苦给基督徒成了铁像核管裂国的小孩翻过去 藉着这些方式 让逐多无可推诿的证据放在我们面前 就是藉着这些过去的建筑 去证明时空穿梭 铁像核管裂国已经成了事实 更证明启示六十二章所写的经文已经应验 并且会应验在我们身上 因此 神是以这种方式说服我们 由今天起 我们可以开始相信这个应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 假如我们是外国研究九二三住屏折的一群 虽然发现了很多共同信息 但是始终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当最后知道谜底的时候 是透过香港一间教会的信息提及九二三的共同信息 却发觉当中的内容原来是摇指着他们 为了让他们能够完成这套2012信息 对于身处外国的一群 虽然明白了当中的内容 却无法产生信心去相信这个应许会临到他们身上 因为这套信息的发言和分享都与他们无份无关 这些共同信息的建筑 与他们更加无份无关 唯有香港才是舞台的中心 但是他们的住处却与这里相距十万八千里 因此 九二三的共同信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成为我们的踏脚石 让我们明白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不但让我们知道时空穿梭的秘密 同时也揭示了以铁像是管理国的方式和目的 令我们可以动用100%的信心 相信我们最终能够得到启示62章这个独有的应许 因此 这个可以说是2012信息里面 其中一幅最重要的图片 也是独特给石安教会的一幅重要图片 让我们成为第一批被提 穿梭时空的辛苦